我们要想事业成功,获得财富自由,就要学习犹太人读中,塔里木一书中的生意之道,比如说一个犹太人,来到一个小镇上,开了一个加油站,生意非常旺,第二个犹太人来到这里,发现加油站生意这么好,想到司机需要购物,就在旁边开了一家超市,生意也很好,第三个犹太人来到这里,发现加油站生意这么好,想到司机需要购物,就在旁边开了一家超市,生意也很好。 所有的犹太人来到这里,想到来小镇的人多了需要住宿,于是开了个酒店生意也非常好,于是大家一起行动,把这个小镇经营得非常的繁荣富强,如果是你看到这个小镇唯一的饭店生意,特别兴旺时,你打算开一家什么店呢? 我建议一定要竭尽,所能学习犹太富人,创造财富的思维方式和智慧,学习过来,我们肯定会把生活变得更加的繁荣昌盛